吉隆坡甲洞义福原公寓附近的斜坡地段 最近被发展商建起了围栏 准备在这里兴建商用店铺 让不少居民忧心忡忡 公寓居民协会今天召集当地住户 在发展地段拉横幅 反对这一项发展计划 据了解 有关地段将兴建六间五层楼高的店铺 另外有两楼的地下层 由于发展地段属于斜坡 而且发生过几次小土崩 因此居民担心 发展商的过度开发 将进一步恶化土地的结构 种下灾难的源头 当然是会很担心 因为第一土崩 现在我们这边的天气又不好 如果建筑下去 我们居民出路就有这么一条路 所以他一建的话 不要讲说主事 当他一打地基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block 一定会有问题发生的 要求发展商 跟我们居民有一个对话 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对不对 那么大家都是担心 我们不要成为 sleep bully 我们不要成为第二个 highland tower 年轻一代可能不知道 highland tower的情形 已经死了40多个人 对不对 到现在屋子还是不能够住 对 我们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 惨剧在发生 士拉阳市议员 黄伟强表示 他向市议会查证后 证实这项发展计划 是合法的 黄伟强指出 只要符合发展安全指南 是因为不能拒绝 发展商开发自己拥有的土地 而且有关斜坡地段 也被评估为安全 黄伟强表示 他将在近期联络发展商 安排和狙协代表对话 把居民的困扰降到最低 NTV7综合报道